第一集 我們人和ということ是最多 就是一節哉及一節哉 而且是每天做會 那些做會 這就是要共同的生活 所以人和牛的關係一定是算最特別的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和牛的故事 做這件事最大的改變就是生活改變 因為從做下去就開始 所有的時間都開始吃了 每天我跟牛頭頂 在伊蘭頂都很不好 所以我每天就要一切給我 然後一種是去掛草 一種是牽牛吃 所以從早上到晚上的三樓 來 我剛才去掛草 對不對 我來講幾句 對 再來 不對 這樣真是不對 這樣 他現在冷冷對不對 那邊撐到後面 就這樣 先看一看牛 牛今天穩定嗎 來 好 來 沒有撐到不對 來 來 來 聲音不一樣就對了 對啊 你要不夠快 來 過去過去 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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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話是祖輩 就是野人那一輩 還有 因為我們家其實以前也是就是 物農的 所以那一輩還有 他到我七歲左右 牛還在 其實在跟之前就已經沒有再用牛 就只剩下那個養老公 我剛好還是會放太多了 出來 我剛好 我到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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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牛頭絲有七頭牛 對 那他們會希望說把牛的那個工作的功能活化 那本來就是找我們在地的一些小農 一起來做一個春耕 那我們最後就想說乾脆就用一個公耕的計畫 希望說用一整年的耕作的循環節奏 然後把整個就是公耕團隊的合作模式建立起來這樣子 我們今天會帶著大家跟我們一起走一次育苗的過程 所以待會來幫我慢慢的把我們的工具拿出來 我們待會育苗第一步 我們要先把田土弄成那個小碎塊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們剛剛把土弄得很鬆 太鬆了啦 太鬆了 沒有這樣最漂亮剛剛好可以育苗 如果說我們在乎田土的乾淨的程度 那我們就希望它不要用藥 所以我們就得自己學習育苗 等一下你們自己操作就知道了 好像化身了 今年的狀況是會早亮 然後希望能夠讓活動插秧的時候可以使用到 那慢慢我們覺得可以 我們希望是整塊都能夠育苗 好 這樣差不多了 因為你等一下還有兩杯 好嗎 一樣它因為它四季比較分明 像水稻它一年也是只有一次 所以如果你今年失敗 那就是明年再來 那我之前累積的經驗大部分都是在冠型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轉那個友善 然後試試看這樣子的方式 這樣子的操作模式 有沒有辦法種出來是至少品質還不錯的東西 你差的話是一 二 三 這樣就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這樣 我做過 我小時候我做過而已 我來兩碗 我也這根本沒辦法 四十幾年我還沒辦法 可以用三指或是兩指都可以 就抓底部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它其實的間距有沒有 就是大概二十多公分 正方 這個小農來 他也多少去學一些技術 有一些人 我把這個技術也補充 再來 對我們來說 我們實際有辦法下去做 我把這個文化 我把實際發佈出來 這是一件很好的 我把這個文化都給我 要洗你喔 如果不可以 人家在後面跳喔 腳如果下去 一張圈不是在滾生球 這個鼻子拿著鑽子很難打喔 對 人家開始重心放在頭前 其實那隻如果鑽子 你拿著鑽子 拿著鑽子 拿著鑽子 那隻拿著鑽子 你自己拿著鑽子 好 我來講 你說你是在砍穩一個技術 我說砍穩一個技術 我砍穩一個技術 你是嚇在鑽子前 嚇在鑽子前 嚇到鑽子ically 嚇到鑽子前 我們不是在鑽子 我們是在砍穩 所以鑽子要嚇在鑽子前 我們是砍穩的 他嚇到鑽子前 我們要把鑽子前 抗用 allí 與鑽子 你不是站在鑽子前 在鑽子前 你打去鑽子 這樣要怎麼做法 所以在那個紛認過程中會有 因為鑽子這件案子很重要 你要把鑽子前 直接抗用 所以 所以怎麼拔這些豬 怎麼拔牛 這些豬要怎麼拔 豬要怎麼用 要怎麼煮 這都是要剪的 再洗一次 再洗一次就好了 豬不可以拖頭 豬不可以拖頭 不叫你拖頭 現在越來越有難 開始又要翻了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我來 我來 你等一下 你拖子放得冷 你拖子比較近 會怕過 以前的人都用腳 現在的人 每天都拖 不拖就我拖 現在的人繼續不去 要怎麼說 不走 現在的人比較不去 腳頭比較不去 我們來想說 過期的人要怎麼學這件事 他在農業社會 那個人到底要怎麼學這件事 他們就是說 老闆就說今天剛才來做菜 小孩就退去 退去的時候 小孩都在看大人 我們一直聽說 放牛 放牛 其實以前的小孩都要去放牛 所以其實以前 小孩都要去放牛 這個過程 其實他就是在跟牛 背用的感情 也去食材那隻牛 很久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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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起來 有嗎 有嗎 過來過來過來 起來 來 好 來 拉起來 用拉的 用拉的 好 拉 有啊 算 再找時間去算 要做菜 不是要 夢春虎 好運幾次年 要摸什麼娘嗎 很緊張 很緊張 來 爸爸也可以來摸看看 摸摸摸摸 爸爸也可以摸摸他的毛 看看他的毛長什麼樣子 跟我們的毛差在哪裡 邊春牛其實在農業社會 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他們當希望說有蒸牛在這邊出現 能夠把市民把它召集過來 然後讓市民去親近這件事情 在村牛三下 叫醒村牛說 你休息過了 開始工作 也叫我們市民說 我們該收心的 努力工作 努力的 為我們這個社會的繁榮進步 我們努力 市農大地會保佑大家 保佑我們大家 跟我們說 本來下午有活動 可是土太黏了 就取消了 這個天氣應該是牛最舒服 對耶 他還可以那個 他們看到這種天氣頭 就想要去年幣發 之前在規劃這邊的時候 其實就想說 用就是牛能夠 牛根能夠進來的方式 然後 除了人能夠吃之外 牛也能夠吃 那地瓜的話是 到時候那個 地瓜出來之後 他就是把它弄成千 那牛會吃 然後地瓜藤牛也吃 那地瓜人也吃 所以 大家都可以吃 可以 然後現在做騎的話 這部分 牛也可以來做 然後後面會有覆蓋的動作 也是都可以 牛也可以進來 然後現在要特別有力 拉不動它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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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OK 好 阿尼要吧 好 喔 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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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牛一定是S型然後大小 那其實就沒有那麼嚴格的要求 只要能夠種然後長得出來漂亮 不要太差的都好 有一次我們就說一句話 這個牛皮如果放冷氣你知道怎樣嗎 這是我們古早的台灣人的一個雙魚人 就說這個牛皮要放冷氣 只要對人走 這個人叫他走就走就走 叫他倒了就倒了 他這樣說了才讓我去想說 台灣牛 我們台灣人好像是這麼牛 牛皮放冷氣 所以剛才我們去看台灣牛肉 這個牛肉就好 不管多一個石子 都一樣 我們台灣人那個牛皮都叫他 來 有了 有了 多一點 有了 有了 他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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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製造 我們從來 那製造 並不斷 不斷 我們是做人家去做人家 我們的觀念是互相扶持、互相幫助的角色 希望你不要對人性感到疲惡 會吧 會嗎 來 來 快點走 快點走 來 來 來 他現在比較沒辦法說我們牽在後面 就是人走到後面他就不走了 所以要慢慢的這個問題要刻 所以要在訓練的過程中也要把這些東西慢慢的加入 對 然後現在在拖的這個部分其實他都其實沒什麼問題 不過因為還太小還不能拖太重 對所以在實際的真的在鐵底座是還不行 來 我要把他的那個指尖 我們那個剪有沒有 那是要透過長時間的做才會有那個東西 然後那個起來的時候 然後他拖東西就會很輕鬆 就我們這個魚這件 驚魚這件 但是讓人了解說 其實我們台灣人的過程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灣人是很認真 很怕 只不過過期的歷史過期就不太 但是我們現在應該要好好看 了解自己的過程是怎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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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